本节目由歌森巴婆奥黛利为你吃瓜播报,中国女团选秀节目创造101。 在少月23总决赛结束后,有粉丝票选获赞数前11名,以火箭女孩的身份正式出道,但也有许多实力坚强的乙珠,使出道人选备受争议。 更有网友质疑节目票选不公,尽管风波不断,但也成功制造话题,总决赛分为Tencer与Local,两组各11人,其中Local组演唱歌曲串烧时,率先开唱的傅京,因为而反进歌出问题,表现被劈向车祸现场。 许静音演唱粤语版《K歌之王》,亮眼表现令全场为之惊艳,而被导师封为舞台霸主的吴应湘,则以英文歌hero,成功证明Local实力。 台风始终稳健的SUNNE,表现则被网友好评,超出预期,而曾受天后李文称赞Great Vocal的李子婷,也顺利发挥水准,还被大赞,Vocal担当, 身为Vocal担当的李子婷,在总决赛顺利发挥了得唱功,决赛落幕后,孟美琪、吴轩宜分别夺得冠亚军,但也有粉丝为支持的组员抱屈,可惜豆子没出道,留人以这实力没出道我真的傻眼,16岁唱跳作曲都这么稳,有人能告诉我,到底为什么杨超越能出道吗? 也有网友表示,支持香香个人出道,干脆再组一个团,还有好几个实力派没进,有没有考虑剩下的再凑一团? 好了,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,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,哦,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巴一巴,嘻嘻嘻嘻嘻,喜欢就赶快订阅吧。 好几个标大家 感谢观看